首先很荣幸的今天邀请到Dr.Dang 来跟我们分享 什么是临床实验跟这项实验的安全性可以吗 如果讲到疫苗的话 如果安全性的话基本上是安全的 因为临床试验分四期的 那么通常第一期都是以我们说它的安全性为主 然后它的药效为次 然后第二期的话它的药效为主 安全性的话配合 那么第三期基本上已经是 安全性跟药效已经基本上是OK了 所以变成第三期基本上是安全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问 那为什么第三期还要做呢 第三期要做主要的就是要收取大量的数据 来证明它的有效性跟它的我们叫做它的峰值 峰值就是说它可以耐多久 然后以为大量的人群的话呢 还要加入是一个不同的人群的 所以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种 然后大量的数据来支撑 来支持这个临床数据 那么它的那个效果呢才够真实 然后呢也比较科学 另外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鼓励马来西亚人参与这项临床试验 能够参与临床试验的只有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 第一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参与的通常是开发国 就是研发国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呢 它的疫情很严重的才有机会参与 如果你不是开发国也不是疫情严重的地方 我们是不可能参与的 所以既然现在我们有机会参与的话呢 其实是好吃的 那么第一点 我们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或者是临床的这些 我们叫做clinician doctors参与的话呢 可以了解更多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 可以更了解这个疫苗的有效性 然后可以更真实的掌握所有的一些资料 如果我们不参与 根本没有机会 我们马来西亚的科学也没有机会 所以如果是你问我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付出一点点力了 就是说付出一点我们每一个的马来西亚人 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付出一点点的这个牺牲 我们说牺牲了 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去研发这个疫苗 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参与 那马来西亚的科学家也好 医生也好 将来如果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疫苗 然后它的难度更大 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的那个指数 那如果以后我们要开发这个疫苗 就容易得多了 我也想在此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马来西亚肯定会有自己的疫苗 因为已经有人或者是我们的团队呢 已经参入于 临床的这个开发 跟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临床研究 对于参加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些志愿者 你有什么特别想要跟他们说的一些话 或者是建议吗 就是他们已经参加了 因为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参与 非常感恩他们的参与 他们的牺牲会让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回报的 就是说不会白白浪费的 牺牲可能是在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这个宝贵的经验能让很多人 就是说让我们科学家 让我们医生从中学习这个临床研究 所以在以后的未来 当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疫苗 如果研发或者是我们本身的疫苗开发的话 让我们多一些经验 所以首先要是借他们的牺牲 不会浪费 那么可以在以后肯定会有回报 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每一年都要打这个疫苗 我相信每一年我们要花费的这个钱 都不是小钱 如果免费的给人民打 每一年也要花不少的钱 那个钱也是人民的 如果这一次我们成功可以研发 或者拥有自己的疫苗 以后我们就不需要跟外国人买 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所以在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加有福报 所以现在的牺牲 以后我们马来西亚会更好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掌握了一些数据 最好的疫苗还没有出现 所以我觉得发展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所谓最好的疫苗 就是说可以耐更久 这个疫苗可以耐得更久 或者说它可以终身免疫的 像这样的疫苗 这个新冠疫苗还没有出现 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这个要供应给马来西亚 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的话 这样其实不足够的 对吗 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 现在全球到今年年尾 能生产出来的疫苗 总共是大概是十个亿 如果真正要达到全球的 这个供应量的话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增产 包括中国跟这个德国跟中美国 到现在由一月份开始到年 这个年末能够生产出来可能就十个亿子 所以还是有限度的 所以现在疫苗的这个量产 当然也叫量产 但是它的需求 因为全球人口是七十多个亿 所以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你对马来西亚 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疫苗研究 还是生产 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一些看法 其实生产跟我们所说的 非典、非典 其实是困难的 这个厂就不难 要建立这个产不能 投入的资金也不是很大 但主要的就是说 研发一个疫苗的过程 出息的研发 投入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在临床试验的投入 非常庞大的 尤其是在第二期跟第三期临床研究 因为他可能需要的这个数量 可能是达到几万人的 所以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人在临床研究需要花 比如说三千到五千块钱 你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临床研究可以算是要需要的金钱 是算亿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在 我在此呼吁了 更多的人参与这一次的临床试验 因为让我们有更快的一个时间 更快速的完成这一次的临床试验 然后在可能两三个时间 可能我们就完成了初期的一些试验的话 让我们增加一些快速的一些资料的收集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资料 赶快的送达我们的卫生部APR 赶快审查 那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两三个月后 我们马来西亚就多一种的疫苗选择 如果出来的那个数据是非常完好的 非常漂亮的 那又可以选择这一个疫苗为主要的一个 施打的一个疫苗 在马来西亚施打的一个疫苗 所以我在此呼吁呢 你们牺牲可能就那两三个月 但是得到的是我们的将来 当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呢 你可以跟你的子子孙孙 说这个疫情你曾经参与了 维持为这个疫情 牺牲了那两个月的时间 做这个临床研究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所以谢谢大家 感谢博士今天能抽出时间来 给我们做一个访谈 也提供了我们很多新冠肺炎的 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个专业的看法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专业分享 谢谢你的时间 好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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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